今天劳动节是廉价的第二天 国内多条大道依旧水泄不通 根据南北大道公司发言人的说法 下午一点的时候 从雪州万劳到霹雳雾边北上的方向 出现了长达150公里的车龙 大道公司提醒民众 士林河至宋西是最堵车的路段 劝请那些要经过该路段的民众 预先规划好路程 为了提醒安全驾驶 陆路交通局 今天也透过社交媒体TikTok提醒民众 从4月29日到5月8日的开斋节安全行动期间 民众如果违反五大行为就直接法庭件 这五大交通违法行为分别就是 滥用紧急车道 驾驶期间使用手机 闯红灯 超速驾驶及双线超车 陆路交通局总经也指出 这段期间凡是被AES系统给拍下的超速行为 违规车主都不会被罚款 而是直接被传照上庭 虽然当局是一再提醒民众遵守交通规则 但也还是有很多人不听劝 陆路交通局发布的数据就显示 单单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 就有5000多辆交通工具超速行驶 以及966辆的交通工具闯红灯 而交通部早前也指出 重型车辆在4月30号到5月2号 以及5月7号到8号这五天的期间 是不准驾上高速公路的 然而也还是有许多司机 他们无事禁令照样上路 适逢劳动节及开斋节廉价 交通部早前下令 禁止重型罗里使用高速公路5天 不过警方今天在森美拦阻来执法时 还是发现有罗里司机不听劝 坚持上路 警方随后也截停司机 急于口头警告后放行 除了有违规的罗里司机 这次的返乡潮也上演路坝事件 昨天网上流传一支视频显示 一名开着白色休旅车的路坝司机 为了躲避车龙 不但违法使用紧急车道 期间还向其他轿车司机 做出挑衅动作 在马路左窜右叉 还故意频密踩刹车 一连串违规行为 全被行车记录器给拍下 警方调查证实 这起陆霸事件发生在昨天 吉隆坡加勒大道往东海岸的路段 警方目前已经将视频 上载到官方面子书专页 并呼吁民众提供情报 协助警方追捕司机的下落